履行禁令 对庇护和难民制度的限制 家庭分割 推动废除童年入境暂缓遣返项目 这些都是特朗普总统的一些移民政策 当选总统拜登 承诺要予以扭转 分析人士说 新任总统拜登 可能会发布行政命令来推翻这些政策 特朗普总统为结束DACA 也就是童年入境暂缓遣返项目所做的努力 在他任职的四年中激起大规模的抗议行动 这个奥巴马时代的计划 保护被非法殆尽美国的未成年人免受驱逐 特朗普说 这个计划形同非法大赦 但他承诺 如果国会采取行动 他将帮助DACA受益者 但国会没有采取行动 而DACA的命运被卷入了法庭 关于这个问题的最新法院裁决 是命令美国移民机构 全面恢复DACA计划 但DACA的反对者 誓言要继续上法庭挑战 特朗普制定了移民保护准则 也称为MPP 作为他控制墨西哥边境和阻止非法移民的部分承诺 MPP要求移民停留在墨西哥的边境城市 等待他们在美国的移民法庭听证 专家说 要撤销这个规定并恢复庇护保护 将最为困难 特朗普总统移民政策的支持者说 改变是必要的 至于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 获准率降到最低记录的难民计划 拜登以承诺将难民上线提高到12万5千人 但分析人士说 未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专家们说 尽管如此 因为新冠病毒大流行 仍在荼毒美国经济 并夺走美国人的生命 移民问题 可能不会成为拜登的首要工作 美国之音记者巴罗斯 华盛顿报道 移民民反而突然 FM 感谢观看